東陰哥哥,請教你 你的眼見在疫情之中 泰國撿起最多的店舖是甚麼種類 疫情之中,當眼見到撿起不少 大部分都有按摩店、餐廳 是的,因為這些店舖 大多數顧客對象是遊客 疫情之中遊客來不了,那就糟糕 反而一些顧客對象是本地人 就沒甚麼東西 正如後面那間海南雞飯店 疫情之前一間店舖 現在疫情之後,竟然多了一間 開大了,可想而知 疫情對他們根本沒有影響 當然了,中哥 泰國人這麼喜歡吃海南雞飯 疫情之中不會影響到他們 你可以打包、外賣回家吃也行 所以他們的生意越做越好 沒錯 這位就是這裡的老闆娘明姐 我認識她十多年了 之前寫旅遊書也介紹過她 現在她已經年事異高 很少出來店舖 但為了我們都出來怒兩手 這裡吃的海南雞飯也很與眾不同 究竟怎樣與眾不同呢 是加了一些冬任味或榴槤味呢 非呀非呀,沒有玩到這麼大的 又或者會不會價錢特別便宜 又或者特別貴呢 其實價錢一般般 又或者會否份量、尺寸特別大呢 你知道現在每個人都流行影響 壓力、留念 就算吃不完,份量大 拍張照片也好 這個就不會 這個也是很普通的 有甚麼好介紹呢 看真點、看真點 她的雞飯可能表面看 是沒甚麼特別的 但吃下去 你就會知道有點不同了 這間店不算是八年老鋪 30年歷史左右 我之前寫了理由書介紹過 這間店之所以禁受風景 阿南北島越可越大 有原因,重點就是… 雞 因為其實做海南雞飯 每一間海南雞飯 當作是不同雞的品種 聰哥 大部分你看到是用煙過的雞 或者叫做公雞 但這間店比較有特色 是用酒地雞 對,酒地雞和公雞有甚麼差別 酒地雞咬下去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有點彈牙爽口 而另一個異種不同的地方 就是雞的雞皮之上 你會看到顏色 跟其他海南雞飯的雞有些不同 是夠黃了一點 有點像香港的白癡雞 原因是店主每天保持很勤力 把滾水淋在雞裡 令它更加乾燥 而且吃得不太乾 對於一般香港人來說 來泰國吃海南雞飯 通常都會吃油雞 但其實這裡的吃法也有兩種 加上炸雞也有 何欣賞這件事 如果香港朋友來泰國 為何這麼喜歡吃海南雞飯 聰哥 他知道泰國的海南雞飯 太過來了 雞是全都給你吃了 雞肉是給你吃的 但你在香港吃 整隻骨都要咬的,聰哥 對,還有一點我很害怕 在香港吃時看見血… 切著鮮血,不太熟 不知道為甚麼 這裡就不會,不熟,吃吧 有不少朋友問我 胡亦聰哥,你拍過這麼多泰國的海南雞飯 有哪一頓是最好吃的 我可以告訴你,沒有當好吃 沒有當好吃的在這裡拍 就是這樣說 當我拍完的時候,全部都冷了 冷又怎會好吃 湯又冷,飯又冷 真的很難吃 但如果你問我 你吃過這麼多當,哪一頓好吃 這樣也不一樣 基本上泰國的海南雞飯 當是這麼好吃 很少會找到不好吃 當然也有些鯉魚住在泰國的香港人 說不,哪一頓是隱世 超級好吃,很地道 你看這個地道 整個小時車程 那你真的要想想 吃海南雞飯而已 坐整個小時車程才去到 沿途你可能給的士人騙錢 有爭拗 到再加上不貴 冷了一點,龍肉也吃不下 就更加不好吃,對吧 所以大家都不妨就地正發 你覺得肚子餓 你想吃的話,看看附近有哪裡吃 你就去吃吧 不需要聽任何人說 包括我在內 告訴你哪裡好吃 看看地圖,整個小時才去到 算吧,吃海南雞飯而已 這個食物的造型上有點像荷葉飯 糯米飯一樣 是糯米,但不是港式,是泰式 裡面還有椒,吃椒 對,因為裡面真的有椒 泰文叫做 對,糯米飯應該是鹹食 但加了一些椒,就變成甜食 但我想也應該好吃 鹹食真的很好吃 你不吃,我一定 真的有椒,有椒的成分 我又要,我又吃 我吃這邊 真的好吃,甜甜的 雖然未必有椒味 但那種感覺跟平日吃的 真的很不同,很棒 你欠我吃的 不是,我又要一個新的 好,我請你 走吧